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今天是2021年10月19号星期二 今天呢这个 两次三大股子啊 我们看到啊 如期的实现啊 之前我给大家的预判我说大盘呢 随时将加速上攻 那么今天的收盘的情况来看呢这个上证呢是 涨了呢能有25个点啊 收出了一个中阳线 那么眼下看啊这样一个上涨的这个 趋势已经展开啊可以说非常大的概率啊 那么之前跟大家分享过一些技术的细节啊 接下来跟大家再讲一讲 那么我们看到是之前跟大家讲啊我说 2月48号的高点啊这个3731点 6月28号的高点啊这个地方有高点 高点和次高点相连 这根粉色的这根压力线 呃之后呢 构成非常强势的一个 支撑线也就是说 大盘呢经过第一波N字形反弹 放量上穿之后 然后出现缩量回踩 两度呢在这个 粉色的反压线附近 奇稳 那么最近几天呢我们看到 呃 无论大盘怎么盘中震荡 那么收盘都没有跌破一根关键的 呃这个支撑线 什么样的一个支撑线呢 就是这根线 这根线呢是 呃3312点啊 这个低点 3394点 这个低点 两点相连 那我们看到之后呢 我们看到这个 大盘呢 上冲之后回落啊 这根红色的 呃这根 支撑趋势线 并没有被 有效跌穿 所谓有效跌穿呢 就是收盘的时候 大盘要跌破这根线 我们看到啊 呃 国庆节前后 呃尽管 大盘出现 呃一段时间的这个震荡 但是每次收盘 这个点位 都占到了 红色趋势线的上方 啊 显然呢 这根线呢 是构成一个非常强的 这么一个支撑的力度 那大盘呢 呃后续 啊我们说 一定是啊 沿着这个红色的 这个趋势线 上行的啊 这样的一个概率呢 去大大的加强 所以呢 那这根红色的 趋势线 他从大的角度上来说呢 他这个 这个向上的这个啊 这个这个 角度啊 还是 比较大的啊 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这个 显然的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支撑线了 所以说后续呢 呃 我们从这个 定量 操作的角度来看 所以一旦大盘的跌破红色的 这根趋势线 啊我们可以做一个防守 比如说收盘 点位穿 积穿掉了 那你就要做一个什么呢 做一个止损啊 这是 关于技术的一些 操作的细节 那后续呢 我认为啊 呃 今天的这个 呃 这个大盘的中央线 呃 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那我们看到 今天的这个中央线 已经把前边的 一个小的缺口 已经补掉 也就是说 在 呃 10月12日啊 这个地方阴线 我们把它放大一下啊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有一个缺口 这个地方有一个缺口 那么今天呢 终于啊 在收盘的时候呢 把这个 小的缺口 已经补掉了 补掉的话 那就意味着 他进一步 上攻的这个 这样的一个 迹象就 非常明显了 那么说 接下来呢 大盘的下一个目标将要挑战 10月11号的 高点啊 就这个位置 过去之后 那么大盘将 展开进一步的一个加速的 上行的走势 那么加速上行 呃 谁会发力啊 呃 那么今天呢 我也给大家呀 讲一讲 谁会发力呢 当前这几天的一定是题材 啊 你不管是 储能概念 啊 不管是这个 纳离子电池概念 还是 风电概念啊 光伏啊 新能源啊 等等 那接下来啊 我认为 一旦过这个点 来加速上冲的时候 大盘必须要放量 放量 带动大盘放量的一些 这个板块会是什么样的板块 一定会是 白马蓝筹 因为白马蓝筹的盘非常大 呃 大金融 对啊 银行 证券 保险 那这里边呢 有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板块 就应该是 券伤 因为券伤现在几乎是按并不动啊 但是我们也同时也发现 券伤板块指数目前所处的位置来说呀 已经是 跌不可跌 已经是调整到位 那我们看一下啊 在之前呢 券伤 百块指数 走了一个大 双底的形态 啊 这个双底形态应该是 比较 明显啊 这个位置 从计算来看 大家看看啊 大的 W底 也是大双底 那这次呢 回踩之后 我也跟大家讲 我说一旦 跌破 这根竞线 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低息的时机 所以最近几天来看 大盘呢 是跌破了竞线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 目前呢 已经到 啊 这个 券伤指数啊 券伤指数 那么他跌穿竞线之后 向下做个右空 那右空阶段我们看到现在的量能基本上已造出 地量 地价的阶段 也就是说跟目前 这个阶段啊 跟这个阶段的这个量能是 相同了 显然呢 这个券伤 板块指数 基本上已经稳住了啊 我告诉大家 在这个地方已经稳住了 那么第2个 这个 稳住的这个标志就是 这个季线呢 上穿了半年线 上穿半年线 红色的这个均线呢 它是什么呢 它是半年线 这是半年线 120天均线 季线呢 就6天均线 那么季线 上穿6天均线 120天均线 而且在这个地方形成的啊 上穿之后 我们看到这个 券伤板块指数呢 它走了一波呀 5波的上升浪啊 这个5波上升浪 那这次回踩呢 刚好它的目标 也是到 6天均线 也就是季线的位置 那接下来呢 这个 6天 经差 半年线 120天均线 这种形态还能持续 而且呢 这个喇叭口啊 这个 这个口啊 这个 两个 均线交叉之间的这个距离呢 还将进一步扩大 在扩大的过程当中呢 券伤板块指数会 继续延续它的一个上攻的走势 而且这一波上攻 我认为它的目标会直指 前高啊 就是历史上的前高 应该是这个高点啊 应该是这个高点 就说 应该是什么高点呢 应该是在 2021年 1月20号 当时啊 那个位置啊 应该是那个位置 应该是这个位置 那么到达这个位置时候 那么我们看到同时呢 这是也是一个什么 也是一个中期的 非常大的一个 级别的一个 进线 一旦过去之后 我说 券伤板块指数 很可能 更大的一个 上升空间 将打开 那么一旦突破之后 这个地方 券伤板块指数 它会 继续 上拉 所以说呢 它会 把这个 整体的 这个行行会走出来 所以我们说呀 在上冲的过程当中 首先 第一个关口就是 前高的位置 那么在这个阶段 同时也是伴随着 我们说 户子本身啊 他也是要 冲击前高 也就说 3700多点 那个位置 在这个阶段 当然了 站到这个红色的 大型 竞线上方呢 他最后的目标是要 跟随大盘了 挑战 4000多点的位置 所以说呢 券伤板块指数 从目前的这个位置来看 正好也是券伤板块 优质个股的 低息的时机 这一点我要跟大家强调一下 那接下来呀 我们看一下 今天还有哪些 这个板块是比较出彩的 那我们看一下 那从板块方面来看 今天的这个是 农龄木鱼 酿酒医药 食品饮料 家用电器 医疗 保健 这个 我们看到这个 整体的大消费板块 又起来了 昨天呢 我就跟大家分享了 大消费板块 我尤其跟大家 昨天分享过 白酒板块 我说白酒板块啊 这个 短线的一个大幅回踩 他就是一个什么 洗盘动作 为什么要洗盘呢 因为一致性预期太强了 看好的机构 这个数量很多啊 尤其是一些这一些 白酒的一些龙头骨 好几十家机构都统一看涨 那这种情况下 那机构一定会反向为之 拿着真金白银在操盘的 主力机构 他一定会反向为之 在这给你做一个 砸盘的动作 那么砸下来的目的是什么 要收集 联价筹码 所以我们说 一般投者来看呢 好像要完蛋了 这个板块 不能玩了 我告诉大家 现在下来就马上 去加仓 没有问题 那么 四季度啊 重点就是大消费 大消费这里面的酿酒 还是继续走强 医药板块 可以这么来讲 医药板块 目前仍然在 底部区域 从板块指数来看 医药板块 没有进一步撒跌的 可能了 从目前的走势来看 已经到了 地量的位置 显然的医药板块 后续 会走出来 他自己的行情 这是医药 那我们再看一下 其他的啊 就是农林 木鱼板块 我昨天重点跟大家讲 什么 总业和猪肉 对吧 那今天的 表现来看 那猪肉涨幅是第一啊 我昨天就跟大家讲 猪肉了 是吧 你们看看今天 猪肉板块指数 居然就涨了5个百分点 这个涨幅非常大 这个涨幅 我们看一下 一根大阳线 再次拉上来 显然呢 这个半年线 在年线和半年线 被拿下之后 那下一个目标 猪肉板块就要挑战年线了 所以最上方这个年线 这粉丝粉色均线是什么 是半年线 季线早就站上去了 所以呢 我们看到是下一个目标 就是要攻取年线的位置 那白酒概念呢 接着再给大家看看啊 白酒概念的百分指数 那么这次呢 通过短期回踩 实际上就是照这个季线 六天均线啊 踩一脚 然后这次上冲呢 会直接上穿到半年线和年线的上方 这是应该是白酒概念指数的一个走势 大消费里面 我们再看看别的啊 有没有别的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别的我们就不讲了啊 就讲这么几个 家用电器呢 肯定是基本上就是底部区域啊 我跟大家记得之前也分享过啊 家用电器的百分指数 现在就在底部区域 那么底部区域 它走得非常标准 是一个标准的五浪的一个调整结构啊 一浪上涨二浪下跌三浪 反弹四浪下跌五浪上 这个是一二三四五啊 然后呢 我们看到最后呢 实际上是走的什么呢 走的一个呃大的一个从这算起啊 从这算起走了一个完整的一个五浪结构啊 五浪结构 那么到这基本上就结束了啊 一个大的一个三角形 底部三角形整理 那这一旦是向上突破啊 这个地方这两条注意量能 加电百分指数一旦后边出现放量啊 放量推起来 这个地方连续给你拉出阳线 那放量突破之后 我认为这就确认了 家用电器板块已经走出来 它的一个整体的调整的这 这个周期啊 就是从什么地方开始调的呢 从五千一百二十九点 大家看看从去年 呃 今年的一月份啊 调到目前那经历了大概是将近十个月的时间 基本上就调完了 这个地方呢 后边呢应该是走一波呀 呃非常不错的行情啊 这是家用电器板块 关于大消费啊 我就先点评到这儿 那接下来呢 大金融我已经把券商跟大家讲了啊 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跟呃题材相关的啊 比如说科技类的啊 科技类的只能是细分里边看啊 比如说软件里边 今天鸿蒙概念是几乎是全面翻红上涨啊 那鸿蒙概念的指数 我们看到是自从指数出来之后啊 经过几个月的走势是先高位回落啊 高位回落 回落之后呢 这个地方已经走了一个比较标准的这么一个所谓的调整浪 无浪结构的调整啊 无浪结构是这样的啊 1110 1101点开始 这个地方啊 开始第一波下刹起来 再下刹 再起啊 再下刹 标准的一个调整无浪结构完事了啊 所以这个地方已经确立了鸿蒙概念 这个题材指数的一个上行的这么一个形态 所以呢 这个啊 我认为还是不错的 大家可以啊 鸿蒙概念值得大家逢低可以关注啊 当然这里面有些股票啊 有不少股票 这里面涉及到22加啊 22加呢 右边啊 右边这里面涉及到这么多啊 当然这里边呢是 有不同程度啊 就是跟鸿蒙概念贴切的 那么今天强势上行的这些都是跟鸿蒙概念 密切相关的个股 比较优薄逊啊 脱威信息啊 梦网科技啊 呃 城脉科技 斯特奇 九连科技 涨了四个点以上的中科创达 什么科兰软件啊 都是呃 华为鸿蒙的一些合作伙伴啊 所以说他们也是会受益的 这些票呢 后续我我认为还是 值得大家去去逢低关注的啊 那么一定是逢低啊 短线上来 上来的话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一些操作方法 短线呢 反弹过强的 尤其是指标呢 严重超买的 那你就再等一等 可能他再次给你再踩一脚往下 然后我们再去看啊 所以说呃 如果做短线的朋友啊 一定啊 注意一个节奏的问题 就是大涨了好几天了 量都已经出来了 看KTG指标啊 严重超买 那你还能动吗 你就不要动了啊 短线你肯定不能再追了 那要等他那么回踩 回踩完之后再说 大势向好的情况下 玩短线就是啊 就是这样 就是不要 也不能最高啊 它是一个震荡上行的过程 最高之后短线回踩才能去介入 呃好了 其他方面时间关系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祝大家呢 投资顺利